中共晾刀子了 敢出動軍機 攔截佩洛西專機 中南海內鬥獨招進出 習近平連任勇變 美情報局警告 中共恐將武力奪臺 領導都打了國產疫苗 中共首次宣傳卻翻車了 中國最美景花 不雅視頻瘋傳 官方急封殺 英國《金融時報》於19日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8月份出訪亞洲各國 將先後訪問日本 新加坡 印尼和馬來西亞 臺灣可能是佩洛西 亞洲行程的最後一站 佩洛西訪談消息傳出後 北京方面立即作出強烈反應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謙於當晚在記者會上宣稱 如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利措施 而美方必須為一切嚴重後果負責 《金融時報》隨後也報導稱 針對佩洛西可能訪臺 北京當局向拜登政府發出了嚴厲的私下警告 態度前所未有的強硬 還揚言不排除以軍事手段回應 知情人士稱 軍事手段可能是指共軍想試圖阻擋 佩洛西的專機降落臺灣 或動用戰機 攔截美方軍機等挑釁手段 目前 白宮正評估中共發出此威脅的虛實 以及中方是否刻意將危機拉至衝突邊緣 在這樣的邊緣策略下 除了能迫使佩洛西放棄訪臺行程外 還能在即將到來的敗席會中為中共增加談判籌碼 謀取最大利益 拜登20日對記者表示 美國軍方認為 佩洛西即將訪臺不是個好主意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白宮高級官員也反對佩洛西訪臺 理由包括這將提高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佩洛西的團隊目前沒有回應 她是否會放棄訪臺計劃 而佩洛西本人也曾表示 由於安全因素 不討論關於國會出訪的行程 白宮發言人科比22日公開表示 國家安全會議已將脈絡 事實和地緣政治相關資訊 提供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辦公室做參考 佩洛西會自行決定是否將訪問臺灣 中共對佩洛西訪臺的強烈回應 正如一名臺灣高級官員所稱 以往西裝筆挺的黑幫成員 如今直接亮刀子了 就在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將在二十大連任時 形勢似乎出現了一些變化 眾所周知 中共中辦主任兼中職機關工委書記丁薛祥是習近平的心腹 7月19日 中共中職機關開會 推出二十大代表 丁薛祥出席會議並發言 令外界驚訝的是 在講話中 丁薛祥只強調要堅持兩個維護 隻字不提兩個確立 兩個確立是指 確立習的核心地位 確立習思想的指導地位 分析認為 如果只提兩個維護 顯示丁薛祥的忠誠度不夠 這對習近平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外界認為 中共內部為兩個確立是有一番博弈的 這個口號的目的是幫助習近平建立筆尖毛澤東的地位 同時 兩個確立給習二十大確定人民領袖這一稱號鋪平了道路 最近外界發現 中共高層在是否堅持兩個確立方面似乎出現力痕 例如 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和六月的例會上 都罕見的不提兩個確立 中國問題專家程翔最近在《真言真語》節目中指出 雖然《明報》早前報導說習近平鐵定連任 但這明顯是被習近平造勢 反而襯托出習政權不穩固 否則 如果習近平是篤定連任的話 就根本不需要造勢 也不需要在訪問香港時 特意到深圳過夜 程翔說 習近平當時特地到深圳 就是因為擔心自己離開中國大陸時間稍微一長 北京會隨時出現變局 程翔還提到 習近平很明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共產黨捆綁在一起 他對意識形態的管控 以及近年來推出的經濟外交措施 都是為了捍衛中共 但雖然習近平極力保黨 按照歷史趨勢 就如末代港督 彭定康所言 極權是可以瞬間崩潰的 除了習家軍內部圍繞這個口號出現分裂之外 最近 《南華早報》和中共外交部 就習近平是否邀請歐洲四國領導人11月訪華儀式 各持一詞 也相當罕見 政經學者顏純鉤在上報分析說 《南華早報》為什麼要再邀請訪華這件事上造謠 顏純鉤說 這個消息表面上 釋放習鐵定連任的信號 實際上是反習勢力故意害習近平 提前透露 二十大誰當總書記 這種最高機密 目的是 召告天下 習近平急於連任 急到連規矩都不顧了 私下對外製造聲勢 卻變相證實了 中共所謂選舉都是走過場 結果早就內地 似乎習近平不識大體 打臉中共 這會在黨內激起反對聲音 顏純鉤的判斷 顯示中共內部的博弈正在水下激烈展開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警告說 受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入侵戰爭的影響 中共似乎決心強行奪取臺灣 伯恩斯24世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發表簡化時指出 雖然中共對俄羅斯長達5個月的侵略戰爭感到不安 但它正在從莫斯科的戰略失敗中吸取教訓 用於自己的臺灣作戰計劃 他還認為 俄羅戰爭所影響的可能不是中共領導層 使用武力控制臺灣的時間年限 而是他們如何以及何時這樣做 伯恩斯淡化了關於即將到來的入侵猜測 但補充說 風險將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高 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菲利普‧戴維森上將也提出令人震驚的警告 戴維森指出 從現在到2026年 可確定為 北京可以 可能選擇強行改變現狀的窗口 詹姆斯‧羅傑‧G.R.塞森斯‧少校則強調 如果中共政權真的發動入侵 其軍隊的作戰方式將使其進攻遭受災難性的打擊 塞森斯‧披露 即使是解放軍的分析師也意識到 他們的軍事戰略家過於依賴公路和鐵路 作為第一面部隊的主要投射形式 這是一種傳統的路上軍事機動方式 塞森斯強調 事實證明 這對負責進攻烏克蘭首都基辅的 俄羅斯入侵部隊來說是災難性的 留在公路和鐵路上 讓自己成為一個巨大目標 那些大的靜態場所也很容易被攪亂 不過 美國的分析人士和專家一致認為 烏克蘭戰爭讓北京當局有機會 從俄羅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尤其是過度自信的 假設他們的最初攻擊將按照計劃進行 並導致迅速取得勝利方面 英國外交情報部門 軍情六處負責人 理查德·摩爾說 中共入侵台灣不是不可避免的 提醒中共領導人 入侵台灣可能會出錯是重要的 中共領導層低估了美國的決心和實力 這可能導致他們誤判 中共國家衛健委23日首次宣稱 現任副國籍及以上官員都已經接種國產疫苗 但官方說法引發強烈質疑 自今年5月開始 不停傳出 虛打中共吃疫苗的民眾 罹患糖尿病 白血病等病症的消息 但民眾的求助聲音及維權行動都遭官方打壓 雖然風波持續發酵 但中共官媒央視報導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一新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我國縣捷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已經完成國產疫苗接種 這充分說明 領導人對國產疫苗的高度信任 但官方並未公布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接種國產疫苗的相關訊息 也沒有公布相關影像 由於消息引發一面倒的質疑聲浪 微博已直接關閉了相關評論 針對中共說法 時評人士陳破空24日表示 這是為了闢謠 說疫苗不會導致人產生白血病 糖尿病等問題 時評人士張天亮24日表示 如果你連你吃的食物都是特供的話 要怎麼相信你是注射了國產疫苗 但這也未必是注射了其他的外國疫苗 因為這批人有非常昂貴的方法去增強自我免疫 獨立時評人于平10日表示 到今天 中國民眾都不知道中國領導人打了什麼疫苗 或是說他們到底打了疫苗沒有 這是中共的權力結構及決策過程所造成的 中共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 不解決科學防疫 民主防疫和透明抗疫 中國永遠會陷在一個泥坑裡面 出不來 被譽為中國最美井花 在中國警察網擔任記者的張金瑜 近日在大陸社交平臺流出多段不雅視頻 視頻中的南方 是新能源公司利諾瑞特集團的高層呂之月 視頻中 兩人不僅尺度大開 對話內容更是毀人三觀 據指 視頻是南方傳出 微博以火速將張金瑜帳號刪除 並封鎖相關用詞 他此前在中國警察網上的出境報導也全部消失 張金瑜相貌出眾 又屬公安單位背景 經常在中國警察網報導中國警務新聞 形象正面陽光 網上還有他穿軍警服裝的形象照 視頻男主角是已婚企業高管 截止發稿前 兩名當事人本人和所屬單位都未作出回應 至於為何影片會外流 傳出是因為旅男在群組炫耀 自媒體世界的十字路口 主持人唐浩指出 中共長久以來 在表面上都說掃黃掃黑 但其實一直都在暗中放縱黃黑灘 唐浩說 因為黃黑灘是中共用來控制人民的 非常詭異的一種手法 那麼 中共為何放縱黃黑灘呢? 唐浩進一步解釋 因為中共要讓人 沉迷酒色才氣的誘惑 無暇理會黨的暴政獨裁 讓人無法靜心思考 破除黨的心靈控制 讓多數人有把柄 黨就可控制或合法消滅之 簡單說 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傳統勢力或反華勢力